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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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分享第二个领袖要有的潜能 就是自信 自信 大家记得耶稣的故事中 最精彩、最自信的对白是什么? 圣经也真的有这样说 正如《Superbook》的动画里面 也有这句对白 我讲给大家听 那句对白就是在《路加福音》 19章40节里面说的 耶稣就说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哇,很厉害 因为那时候那些法利策人 就叫耶稣 你责备一下你的门徒 但耶稣就回答 如果用另一个故事 即现代的去想 有一天 话说老公在看足球比赛 他捧那场球队入球 我叫狂呼 老婆就说 你别这么大声叫 老公就说 如果我闭口不说 我的血管会膨胀起来 反过来 太太为了家 平时留意有些东西要买 发现他特价决定买了 我说老公,特价要买 接着老公就说 不要大声叫 失礼 老婆就说 如果我闭口不叫 我的银包会呼叫起来 这句话很有自信 你叫我不要叫吗 我叫那些人叫 那些石头都叫 一个领袖的自信 我相信在座 很多都是父母 你觉得你每天 都在帮你的小朋友 建立自信 还是在拆毁他的自信 还是在拆毁他的自信 当然你说 阿鲁sir 我不会这么残忍 每天都拆毁他的自信 心里我曾经有个统计 计过 究竟 由两三岁开始有记忆 到十八岁 这十几年间 大概十六年、十七年里面 究竟一个小朋友 经历这段成长的过程里面 听过多少句 被人欣赏的说话 正的答案是 二万 又同样是这么多年里面 有一个成长的小朋友 由两三岁到十八岁的阶段里面 他听过多少句 被人否定 批评的说话 十四文 十六年里面 有两万句被人欣赏的说话 大概一天有多少句 一天有多少句 三点四句 三点四句 如果反过来 又再按下 14万句 但除了十六年 又除了三百六十五日 一天有多少句 二十三、二十四句 七比一 你试想想 用妈妈做例子 我最终用一个例子 当你炒一碟菜 炒完出来之后 七个人为止 你想毒死我吗 很难吃 你把盐和铜撈乱了 真可憐 你这样叫外卖 对了 有七个人这样说 但有一个人说 其实也吃得饱 好 就是这样故事结束之后 你明天还炒不炒菜 当然不炒 还拼卖被人说 但你知道这些小朋友 正在经历这件事吗 自信是什么呢 所以先问第一个问题 我们究竟每天 是在建立我们小朋友的自信心 还是在拆毁他的自信呢 究竟我们每天 是否在否定我们的小朋友呢 凌亚 做你的自信 向后 向后 我好 再多那一句 对 你 对 你的